给儿子的人生邮件 作者白岩松 受草原文化的影响 白岩松对儿子的教育也是阳光式的 这是他给孩子寄出的一封人生邮件 儿子饱餐一顿后安静地睡着了 这种照看新生儿的奇妙感受充满我心 我知道 在我们彼此的生命历程中 将互相温暖与扶持 做了父亲 我不该两手空空迎接他的到来 但孩子那税嫩的小手 还举不起任何可称为礼物的东西 那就让我将住院当成礼物 投入生命的信箱 来一个慢剑游递 当他长大的时候 再好奇地拆封吧 学会宽容 如果所有的美德可以自选 孩子 你就先把宽容挑出来吧 也许平和与安静会很昂贵 不过拥有宽容 你就可以奢侈地消费他们 宽容能松弛别人 也能抚慰自己 它会让你把爱放在手位 忘不得已才动用恨的武器 宽容会使你随和 让你把一些很看重的事情 看得很轻 宽容还会使你不至于失眠 再大的不快 再激烈的冲突 都不会在宽容的心灵里过夜 于是每个清晨 你都会在希望中醒来 一旦你拥有宽容的美德 你将一生收获笑容 不争第一 人生不是禁忌 不必把撞陷当成最大的光荣 当了第一的人 也许是脆弱的 众人之上的滋味尝尽 如再有下落 感受的可能就是悲凉 于是就将永远向前 可在生命的每个阶段 第一的诱惑总在眼前 于是生命会变成劳逸 站在第一位置的人 不一定是胜者 每一次第一总是一时的风光 却堵不来一时的顺畅 时代的风向总在转变 那些被吹走的名字 总是站在队列的前面 争第一的人 眼睛总是盯着对手 为了得到第一 也许很多不善良的手段 都会派上用场 也许每一个战役你都赢了 但一身人静 一个又一个伤口 会让自己触目惊心 何必把争来的第一 当成生命的奖杯 我们每一个人 只不过是和自己赛跑的人 在那条长长的人生路上 追求更好 强过追求最好 爱上音乐 在我们的身边 什么都会背叛 可音乐不会 哪怕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背过身去 音乐依然会和我 窃窃私语 我曾问过一位哲人 为什么今天的人们 还需要一两百年前的 音乐抚慰呢 哲人答 人性进化的很慢很慢 于是我知道 无论你向前走多远 那些久远的音符 还是会和你的心灵很近 生命之路并不顺畅 坎坷和不快 都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但爱上音乐 我便放心 因为一两百年前 那些独对心灵的音乐编织者 早已为你谱下 安慰的乐章 在你成长的时代 信息的高速发展 将使人们的头脑中 独自冥想的空间 越来越小 然而 走进音乐的世界里 你会在和音乐的对话中 学会独立 却会用自己的感受 去激活生命 每当想到 今日在我脑海里 回旋的那些乐章 也会在未来与你相伴 我就喜悦 为一种生命与心灵的接力 其实还有 比如说来点幽默 健康 有很多真正的朋友 但我想 生命之路自己走过 再多的祝愿 都是耳后的叮咛 该有的终将会有 该失去的 也终将会失去 然而孩子 在父母的眼光里 你的每一步 都将是我们生命里 最好的回忆 很久很久以后 也许 你会为你未来的孩子 写下祝愿的话语 只是不知 是否和我今日 写下的相似呢 生命中 最重要的是心灵路程 所以 它和朝代的更迭无关 孩子 当将来 你拆开这封 今日寄出的邮件时 我还是希望 你能喜悦并接受 你能喜悦并接受 你能喜悦并接受